對於現代都市人來說 追求一生一世的真善和承諾 似乎如不可及 但天天 我就是要擁有天長地舊的愛情 期盼一世浪漫 你腳步已經走的海 我追人在太遠 睡的夜色那麼黑 我的寂寞不太熟 無法遇見你 想你 越來越遠 家瑩 不如這個八成熟牛排 這個牛排挺漂亮的 不用了 我不餓 不如要煎魚 分量不會太多 隨便 我真的不餓了 好 麻煩 麻煩兩下煙桑魚 謝謝 我覺得我好像第一次約會一樣 好緊張 我還記得 通常我大概只有十五六歲 你呢 我沒有時間約會 那你和丈夫一定是一件宗情 小便結婚 你很早婚 你丈夫是 她死了 對不起 我不知道 我只是看過你的結婚照 她的年紀似乎帶你很多 為什麼 你會看過我的結婚照 小叔有一張你的結婚照 她有自己隨身攜帶 她怎麼會有我的結婚照 你媽媽寄給她 她還有一張 你得到結出設計獎的展報 一直都寄給公司回去 好緊張 你跟她做事做了多少 我十六歲就在你爸爸公司打工 她還幫我讀完大學和研究院 就因為這樣 她就好像我自己爸爸一樣 恭喜你 有個好爸爸 是 他是一個好爸爸 是我見過最無私的好人 兩位 是誰 謝謝 家瑜 你幹什麼 我 我很好 謝謝你關心 那些魚不錯 是 你和你媽媽一起住嗎 她已經過了身 對不起 她離開你的時候 你受她的打擊一定很大 我媽媽跟誰都沒有關係 她離開人世 對她自己 和她身邊每一個人來說 都是一種解脫 何先生 我們言歸正傳 關於你找我的事 我考慮過 我想我會接 不過 價錢可以再相當遠 那 你的求家多少 那你認為值得多 好 就要先前多一倍 會滿意 你可以有這麼大的權力說師 你和你的關係 一定非比曾上 少叔信任我 香港的一切業務 都是由我全權作書 你放心 我答應得你 就一定一分一毫都不會笑 你或者我可以先給停金 反正我連合約都拿出來 好 那停金你想要多少 一半夠沒有 隨便你 我只是想盡快簽證合約 我要回家 不過 我這次交配你的聘金 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既然你都知道 哲英不是我的 我雖然有權作主 但是這筆數目都不小 不過我相信小叔會同意 我只是想 要求你和他見面 你不要再說 請你聽清楚 我不會再見他 如果你可以作主 我們就簽約 如果不是的話 就算送 你令醒高明 是 家瑜 你先坐下 你這樣有沒有事不算 麻煩你放開你的手 我要走 你先坐下 我們慢慢談 我再跟你說也沒用 你再不放手 我就不客氣了 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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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瑜你上車 我試試幫你看 我求你 給我幫你 你想做什麼 我都沒跟你說完 我都說過 我都說過 我知道你說過些什麼 但為什麼你這麼討厭你爸爸 家瑜 我不認識他 試問你怎樣去討厭一個 或者愛一個你不認識的人 那為什麼你不斷地要這個你不認識的人 知道你 現在他快死了 你來一面這麼多都不敢見他 什麼 他 他就死 是 他說總會忌眼性 醫生證實所 你告訴我 你又有什麼奸進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為什麼要做 你怎麼會這麼絕情 那你去問問你的老闆 如果他真的認為我是他的女兒 他應該可以清楚地告訴你 我是什麼 如果有一天你要看你付出一切之後 不認識你就敢的酒莊 你會怎樣 我不需要你關心我的私事 你究竟給了多少錢 還要你做帥哥 不會給你身上的錢 所以你明明他做你爸爸 甚至連聽到他有絕情 你都無動於衷 所以你不斷地向他拿錢 為什麼 你要交學費 他就是你爸爸 你要結婚 他就幫你出課 他竟然沒有資格去你的畢業禮 主持你的婚禮 甚至連邀請客都收不到一張 為什麼 你不要再說了 我不想再聽就夠了 你們走 我永遠都不想再見到你們 你最好帶著你的女兒 由共願去共願 媽媽 為什麼爸爸不要我們 為什麼爸爸要罵你 媽媽 爸爸不要我們了 我很想念他 我的小珍珠 你最喜歡什麼 叮噹 這是大紅 爸爸最喜歡的就是你 怪女 為什麼 每一次 爸爸收到我的信 都不回覆 我很想爸爸出席我畢業禮 但是 不知道這次 爸爸在這封信 會不會出現 誰 是你 是我 我這次會和我見 我專程來道歉 麻煩你不要再來騷擾我 我不喜歡不束之下 我真是來道歉的 我昨天太過分了 讓我們說和好不好 或者 我們在外面花園那裡聊 總安睡了 我不想吵醒他 反正我會弄一下花園 好啊 你什麼事我去幫忙 不用了 我答應過總安 做個水池給他玩 不過 最好是打風季節之前 將個禮拜收好 好 小事來 來我幫你 不用了 不用麻煩你 我一個人做得來的 免得弄髒你這套西裝 不怕 你放心 這些事我好在行的 你想從哪裡開始 你今天不用上班嗎 何先生 老實說 我現在是追望的時候 公司籌備期間 什麼都要理會 不過 我今天有飛來的 你知道嗎 我昨晚想了一晚 雪林 雪林 就要覺得自己太保固 其實 無論你和你爸爸之間 有什麼心情 怎麼都不讓我這個愛人 也判斷誰是誰非 我希望你忘記我跟他的關係 我抱歉 我做不到 那最好你不會再來這裡 好 就算我答應你 我也還要見面 但是 我帶了一份合約來 不如現在看看 何先生 你什麼時候才會明白 如果你真的硬要把我和你老闆的關係 夾在一份合約裡面的話 你和我 就沒有合作的機會 雞 那你有什麼時候才肯停止我做何先生 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我承認 你一開始找你的時候 不是很光明正淡 我懂 不過從現在開始 我絕對可以和你坦誠相對 我不會再欺騙你 你開場了 我不會 我是真心欣賞你獨特的設計風格 你和我經常都說 麻煩你 不要再經常提起他 何敬彤 你到底想怎樣 沒什麼 我真的想和你做個朋友 你不要這樣 你先放手 一會兒總安見到 是 對不起 我七年紀 你兒子在哪兒 其實總安不是我的兒子 他只不過習慣給我媽媽 習慣? 我不要明白 總安已經十七歲 可惜他的心智 只是停在我七歲那裡 他小時候 扔了一場 所以就變成這樣 原來是這樣 既然不是你的兒子 你為什麼 我愛他 我願意照顧他一生一世 而且 我們兩個 一直都是相依為人 那 他的爸爸媽媽呢 全部都死了 我就是 他唯一的親人 你真是想和我入座 如果你不幫忙 我寧願挑空間大廈 那 嘉妍 他是一個有病的老人 到底有什麼意思 令你這麼討厭他 連他最肯定也不能見他 你不會明白的了 真的很想念你的家裡 是真的 嘩 葉豐 你也在這裡 我是不是來得不適合時間 你別亂說 他拿份合約來 專程拿合約來 又多賣力 媽媽 咦 大叔叔 你來了嗎 你好早安 怎麼樣 睡醒了 大叔叔 為什麼昨天你不來 我等過你很久 如果你喜歡的話 大叔叔可以天天都來看你 好嗎 不要隨便對小孩子許下承諾 他們很好記性 是啊 你們等下 要我簽好沒有 剛剛要簽你就來了 媽媽 我要帶大叔叔去看紅茶和咖啡 好嗎 好 大叔叔 你快點來 我介紹紅茶和咖啡給你認識 好啊 來 他跟人幾有風度 對早安也很好 我欣賞他 我看得出 這個男人是個有心人 在我的世界裡 再沒有愛情這兩個字 不要這樣 你還有我 好好珍惜自己 frig天啊 早安終於睡著了 麻煩你 不用 coming 你每晚都也要聞到 Greet 施行睡覺 是我要多謝你一致 又請我吃晚飯 多謝你的 對,這間屋是你上課的 為什麼?你還是要問一些無關重要的事 沒事,我找個好奇問一下 我不是想示範你什麼,你不要問我 其實你不需要知道太多關於我的私事 你不是在這裡搜集資料,回去做報告 你看,又來了,相信我家儀 在你未同意之前,我不會向你爸爸透露一個字 你似乎對小孩子很有耐性 我小時候在大法家裡住 他有四個小孩子,個個都小我很多 我就是他們的專職保母 那你那時候幾歲? 七歲,跟祖安自己以為的年紀差不多 不過心態就差得很遠,我自己不是自力 你在大法家屋住了多久? 很久了,我還沒出生,我爸爸就過世了 媽媽帶著我去改嫁之後,生了兩個孩子 那個家實在不能用我 我媽媽把我送給何家的人,就是這樣 那你大伯和你大伯娘對你好不好? 好,是我自己不惜好帶 要一個男孩,小時候學煮飯洗衣,臭小孩 有什麼不好?很多人都沒有這種鍛鍊的機會 不過我十三歲的時候,就離開了大法家 開始個獨立的生活 如果沒有他們,我哪有今天? 你現在有沒有回去看他們? 說笑什麼?我不想再做非人 那你有沒有結婚? 沒有,沒有時間認識女生 條件太高? 也不是,我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我未來的老婆要懂得煮飯 你又或者可以容忍我的技術 我是一個很喜歡吃飯的主家男人 那你呢?你的婚姻快樂嗎?你是悶嗎? 我? 快樂並不是那麼重要 至於你悶,就要看你對他的定義 那為什麼你們三個小孩 你又那麼喜歡小孩子? 你又越界了,何先生 你對所有人都是這樣 因為我只對我一個是這樣 是 你不要做了越界了 你放開我 我可做了越界了 你可苟靜我 我只希望得到你的心 才會害我 其實 你揭盡所有人 只是為了一個目的 你放開我 我沒有說 是你自己說的 你不要這樣 請你 請你不要再想要我的生活 為什麼? 我只想了解你 我實在控制不了自己 但我第一天開始見到你 我是真的 家瑜 對不起 我不會為了我捨你而導演 我很開心 你不要推開我 我相信將來也有機會 不過 我今天的確是成人之內 我導演 不可以 我不可以就這麼做 我會 我一定會 很痛 我 我 我有時間 我會很有耐性 但是會忍耐 我一定會等他 謝謝你 蔣小姐 我知道你很忙 麻煩你 這些是我應份的 學生吩咐過 要把你所有要的資料 找齊全給你 學生還說 我會盡快趕回來 和你慢慢談合約的內容 我想你要坐下 好 麻煩 對了 蔣小姐 你在捷英那裏 做了多久? 差不多大半生了 捷英就好像一個大家庭 你不認識我們總長 是大先生的嗎? 恐怕我沒完見到他 嗯 你一定有機會見到他的 他會來主持開幕展彩 他的人很好的 折英由上都下 每一貫都起碼有三分一人 受過他恩惠 哦 真的? 嗯 其實學生都是為了報答兆生 才會這麼拼命做事 我相信 如果兆生要他上刀山 我想他都會答應 難道 您要他出賣自己的感情和靈魂 他都願意? 我和何先生在新加坡 做同事這麼久 見他為了捷英 真是盡心盡力 就連結識女朋友的時間都沒有 好歹在曉生的先見之明 刻意介紹了他的私人秘書給他認識 否則 恐怕何先生就要捷捷英了 這樣說 何先生和邵先生的秘書 不是很好 是啊 我們都說得 何先生和森文是天生一對的 是不是有人說 好 一敢躁躁躁躁躁就好了 讓我來介紹 這位是何先生新請回來的收留設計師 凌家宜小姐 凌小姐 這位是 Hello 我是崔心雲 九陽大明 幸會 你好 不敢當 隨便坐 對了 京童在裡面 何先生說會遲些回來 我想連她都不知道你來了香港 我就是想給她一個意外驚喜 我進去等她 她回來的時候千萬不要告訴她 看見你們這麼恩愛 真是羨慕死人 不好意思 我有點事 蔡小姐 我不等了 我先走了 麻煩你通傳一聲 再見 蔡小姐 凌小姐 凌小姐 很高興認識你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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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家瑜 你怎麼意識這麼難看 啊 是 嗯 你今天上去捷煙談合約 難道何敬和她 你不要再提起她 她只不過是我一個客戶 我怕你自己被她吸引了也不知道 你每次見完她都是這樣的 我沒有見到她 我只見到她的女朋友 哦 原來如此 難怪你認識這麼蒼白 你愛上了她 是嗎 不要亂說 那為什麼你最近神不守舍 何敬和老伯 我爸爸 只是捷煙的總裁 是小玉丹 我爸爸 啊 共赴一生浪漫 葉西洪監製 由麗仙編導 葉小南原著 中美南改編 周凱薇 鄭梅 鄭梓成 鄭永強 林友榮 朱曼子 郭勒文 錢佩佩 車森梅聯合過演 共赴一生浪漫 第二回 願就經意播放完畢 香港電台戲劇組製作 我和你也 天卻不能睡